流沙馅料的包子尝试做了 味道很好吃 小孩特别喜欢吃这种流沙的包子 流沙馅料的制作如果有黄油味道更香 我是将旧家里的猪油 加了些吉士粉味道也特别香 包子营养丰富 早餐可以多吃些馒头包子类的面食 配好食材 核桃花生米炒香 加入芝麻炒 然后花生米去皮其他一起放入保鲜袋杆成碎 锅中倒入糯米粉即适粉水拌匀 小火炒 加猪油炒 加白糖炒匀 加坚果末 加蛋黄末 炒匀冷了可以放入冰箱冷藏 然后搓成小球也可以直接用勺子咬 拔好面团 搓条切结 擀成小圆 加一勺在面饼上 包起来 封好口 放入蒸锅醒发20分钟 开火水开后蒸15分钟即可 即可完成出锅 渣